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是收在了5430点附近 那么中国方面的中国股市昨天也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幅 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这个贸易数据不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澳洲受到影响 美国受到影响 中国自己的股市反而是像不是亲身的一样 上海指数还上涨了0.1%左右 深圳方面也是几乎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整体来说 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依然是在3000到3100点之间 撑着慢车来来回回的走动 那欧美方面刚才我们说到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欧洲方面由于银行系统再次出现2%的下跌 拖累了欧洲整体大盘 昨天德国指数 英国指数和法国指数分别下跌 跌约为1%至1.3%左右 而美国三大指数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主要也是由于对于中国贸易指数的担忧 使得美国与中国相关产业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拖累了三大指数分别是下挫0.3%左右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面 黄金价格在连跌几天之后出现小幅反弹 目前是爬上了1255以上 轻微反弹约为大概是3美元左右 石油价格也是再次回到了50美元之上 目前美国油和英国油均保持在50美元 再来说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今天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说一说在海外华人的一些投资想法 那今天呢已经到了周五了 所以我们呢再不再说一些金融市场和的价格 说说那些其他的我们身边的故事 那么应该说呢 作为海外的华人群体 依然不可承不可否认的是呢 我们是身为一个在海外的华人群体 依然是属于一个少数的弱势群体 虽然在海外当地呢有很多法律条文 是保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但是呢不得不说我们是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 从政治上来说 从媒体上来看 在海外华人呢均是一个少数民族 但是呢虽然我们在政治上或者在媒体眼中 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 但是并不见得华人是在经济上呢 比当地人要弱 那么和澳洲普通或者说大部分投资者相比呢 我们华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以及我们华人家庭可用于投资的收入呢 投资的金额是要远远高于平均数 那这和我们华人本身比较努力工作 不会偷懒这些勤奋 一些好的品质呢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也正是由于 有的时候呢 这些也有一丝急功近利的想法 导致很多华人呢都是想急于想赚钱 或者说想赚快钱希望最好呢 今天开户明天学会 后天马上就能赚钱 一个月呢就能翻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多时候的操作往往就会不加思索 或者说呢比较主观去进行 那换句话说 即使呢很多时候我们华人投资者 学会了一些技术 或者学会了一些窍门 但是却忽视了这个投资背后 所需要的一种心态 比如说自制力 比如说平静的心态 比如说止损等等等等 那当然了 我现在的说法呢 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但是从我过去一直以来的观察 以及我对于我们客户的经验来看 绝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们呢 现在呢应该说 都在这个信息的爆炸时代 每天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但是我们现在呢 很多的信息呢 已经不再是从电视上或者报纸上 或者是传统的媒体上获得 大部分人呢 都是从网络或者手机上来获得信息 那特别是呢 我们华人都用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 其实很多的信息在朋友圈中转发的 或者说是别人发过来的信息 并不一定准确 由于那些呢 带有一些商业的目的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呢 他们都带有一些夸张的 或者是杜撰的成分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量吸收的信息 原本就不太准确 而且呢 吸收的信息呢 又是一些 带有一些偏激色彩的信息 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更加加剧了我们 原本就已经不太安稳的心态 所以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呢 我们华人 在海外的华人们 工作很勤奋 非常努力不偷懒 但是很多时候呢 在我们快节奏的背后 实际上更需要的是慢一点 赚快钱往往呢 是快而不达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越想快速赚钱 反而呢 越是难以成功 相反的话呢 我们应该沉下心来 或者说静下来 沉淀自己 努力的学习学习 努力的掌握一些原本需要 很长时间才能掌握的心态 这个时候 经过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锻炼 才能向成功 不断的靠近 如果你只想着 在短期内能够盈利 能够翻倍 那这种心态来说的话呢 长期看来 必定是 这个亏损 要大于盈利 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表达的呢 就是 在交易中 在金融领域中 慢 可能要比快好一点 近呢 可能要比动 更能够稳得住 所以说 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 我们需要做一些提高 需要提高自己的一些眼界 开拓眼界 让自己站得更高一点 望得更远一点 并且关注的呢 不要经常是看 这个微信里转发的一些朋友圈 更多时候 我们应该关注一些实时政治 比如说全球经济 比如说呢 这个正确 现在的央行的政策 等等 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 了解一些正确的知识 要不然的话 你又花费了时间 又花费了精力 反而得到的呢 是那些没有用的信息 这些信息 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 提高自己的金融判断能力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那澳洲指数呢 澳洲的股市最后 最近几天呢 运气不太好 几乎来说 是天天再创新低 昨天呢 前天是打破了5500点 昨天是再创新低 曾经一度是接近于 5400点的低位 那幸亏是撑在了5400点之上 没有被打破 随之而之后呢 在美国开市之下 得到了一定的帮助 今天早上呢 两次回测5450 但是都没有突破 因此呢 在5450上面形成了两座小山峰 双头 这个小双头如果不被打破 不能够打穿的话呢 那么未来澳洲指数的压 向下的压力要大于上升的潜能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就是在如果破了5400点 低点之下 我们挂单卖出 如果它的运气好的话 能够冲上这个小山峰 在5450之上 我们留10个点的余地 在5460的价格呢 也可以选择挂单买入 那再来看一下外汇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澳元对美元 澳美呢 在过去的24小时 也是相当的波动 最低曾经是去过了0.7506 那正像我所说的 由于日线级别的话呢 在日线走势上面 澳元的支撑价格 大约是在0.7510 因此 这个价格在没有得到 有效跌破之前 我们目前暂时不宜做空澳元 那今天早上呢 在7510碰了一下之后 再去上上冲到了7607 也就是说 在过去的15个小时之内 澳元的上下波动为100个点 现在呢 也是从7607碰了一下 又回到了76以下 目前呢 是在7555到76 这上下50个点之间徘徊 所以我们目前 今天可以参考的策略 买入价依然是以0.76为准 向上10个点 选择挂单在0.7610 卖出单今天依然不考虑 为什么呢 就像我昨天说到的 在0.7510 有强烈的日线级别支撑 再来说一下 这个今天说一下 香港恒生指数 那恒生指数呢 在过去的三天 是经历了近千点的大跌 但是这个下跌呢 也是有一些莫名其妙 并没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 唯一可以解释的呢 可能就是由于美国加息 收紧财银根 所导致的一些恐慌 或者说是担忧 那么目前呢 恒生指数也是从2400点的高度 直接是达到了22900点 从24000达到了22900 跌幅高达了大约是1100个点 应该说是1500个点 那从现在的底部呢 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依然是非常的虚弱 并没有突破任何级别的信号 所以在目前 如果我们之前买入的单子 在23200被平仓的话呢 今天可以考虑以下两种策略 第一种呢 就是在23200重新爬上之后 我们再度进场 稍微高一点的价格 在23230的价格 也就是破了15分钟通道线之上 再考虑进场 那同样的话呢 如果你再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要再往上 大约是1到200个点 可以在23500点的价格 再去挂单买入 那至于卖出单的话呢 也同样可以根据基金或者卖 或者是保守的方式 分别设置在23000点跌破 以及呢22900点跌破 各留20个点的余地 第一个在22980挂单卖出 第二个呢 在22880挂单卖出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黄金价格 黄金价格呢 应该说在过去的10天之内 应该说从10月6号到现在 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太大的趋势 之前从13000多一盎司猛的一下跌到现在的价格呢 应该来说黄金现在还没有回过神 但现在按照以前的走势呢 在这么长的时间 黄金早就应该出现强反弹 但目前呢10天过去了 黄金依然是处在1250到1260之间 那就说明呢 黄金之前的猛烈上涨 中间是带有了很大的投机性 有很大的水分 因此现在的这波回调 很有可能呢 还不一定是完全的回调 如果现在呢 这个1250或者说1245再守不住 再往下 黄金有可能会去测试 大约是1220左右的低点 但是如果我们从周线图上来看 更长久一点看 黄金价格从去年12月11月的1000块钱出头 到现在今年的大约8月份最高1370左右 现在的回调到1250 刚好是一个中间 还偏上一些 也就是说你涨了100% 如假设是100% 现在仅仅呢 只回调到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所以说现在的回调 应该从长期来看 还是一个正常性的回调 只要1200这个价格没有被打破 那么黄金的长期走势线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牢固的 当然那个刚才说的呢 是长期走势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短期的交易策略 刚才说到从10月6号到现在呢 黄金是昨天晚上刚刚突破了30分钟通道线 上了1260 但是上了两块钱又被打下来 所以说现在呢 黄金价格就围绕着30分钟通道线 再不上不下 我们今天呢 既然30分钟通道线 无法测定黄金走势 就把时间再往上挪一点 挪到了一小时通道线 那从目前的价格来看呢 我们可以选择呢 在1267的价格挂单买入 这也是刚好突破一小时通道线之后 那如果你保守一些 再往上多10块钱 在1277挂单买入 同时卖出也是两种策略 激进一些在1250跌破 选择留一块钱1249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么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再往下10块钱 在1240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呢 在澳洲时间晚上11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核心销售数据和核心的PPI 再往后看 澳洲时间呢 凌晨一点钟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以及呢 在明天凌晨 大约是2点钟左右 美联储主席耶伦 也会再次发表讲话 到时候呢 对于非美货币来说 将会有很大的波动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 非常之后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by bwd6 大家再见 在交给他